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逐渐走向毁灭 于洒杜从黄埔军校毕业后 在中英来总理的推荐下入了党 并担任师长一职 也许正是因为于洒杜是从高等军事学校毕业的 他非常赐富 而且目中无人 而毛主席却是农民出身 于洒杜就非常看不起毛主席 认为自己完全能够胜任毛主席的职务 所以一直想要夺取毛主席的政权 秋收起义中遭受过失败 伤亡惨重 毛主席提出了修改方针 却遭到于洒杜的强烈反对 他甚至想要独揽大权 在与毛主席争权的过程中 有一个与他狼狈为奸的好朋友叫做苏仙俊 同样毕业于黄埔军校 傲慢无度的他们一起对抗毛主席 欺负士兵 还顺利帮助于洒杜坐上了总指挥的位置 之后因为承担责任被隔去师长的职位 他一直怀恨在心 最终背叛了党逃走 最终投靠了国民党 在国民党的时候 他依然不改自己的野心 甚至滥用职权去贩毒 由于作恶多端 最终被蒋介石亲自枪决 像于洒杜这样出身于黄埔军校 后来又当上我党的师长 可以说是前途一片光明 然而却因为自己的野心和自负 让自己一步步堕落 最终还当了叛徒 可见即使是换了环境 人的本性还是难以改变的